不要轻视再加锻炼 你同样可以练出不错的胸肌 但是一定要确保训练到达历劫才行 所以今天我会教你五个 我经常练的佛撑动作 可以有效增大胸肌 那么点个赞 我们开始训练 第一个动作是一个半式佛撑 双手距离略比肩框 又控制了下落到最低 然后迅速推起到一半 再完成一个全程佛撑 两个动作算一次 进行两次肌肉收缩 最大化的刺激胸肌 第二个动作是离心爆发佛撑 用三秒钟的速度往下落到最低点 然后爆发式推起 连续完成12次 给胸肌大了强烈的蹦感 接着是上胸的锻炼 挖式佛撑 双脚蹬于墙面 膝盖悬空 双手手掌微微跋巴 往斜前方落 用上胸去靠近地面 注意控制节奏 感受上胸的发力 动作是移动佛撑 先完成一次与肩同框的佛撑 再往一侧移动 完成一次框去佛撑 接着回到中间完成一次 最后再移动到另一侧完成一次 中间不要停顿 给肌肉带来持续的紧张感 大家都知道肌肉增长 离不开重量 所以最后一个动作是负重佛撑 通过网包里增加重量 给肌肉带来更大的刺激 注意做的时候 还是需要控制速度和节奏 感受胸肌的收缩 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别忘了点赞支持一下 好续更新更多 居家健身的干货 请不吝点赞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